佛为什么恭敬一切众生 佛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怎么不恭敬 就是这个障碍没有去掉啊 不能说它不是 去掉就是啊 我们明白这个四世真相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尽量不知足 不分别 从这下说 这叫学服 这叫功夫 见识闻身 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不要知足它 为什么 假的 你知道它干什么 不是真的 不要去分别的 如果齐心动念了 赶快念念 凡手有想 解释虚望 提醒自己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提醒自己 不再敢杀死了 不再敢杀死了 齐心动念 傻了 分别执着就更傻了 不要把这个 啰里啰嗦的东西 障碍自己的 清净性 一个人 真正做到 不受外头环境影响 功夫就得了 所以 外面境界 对真正修行战术 有利 没有害 它来考验你 看你动不动念头 你还分不分别 你还执不执着 果然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恭喜你 你臣佛了 所谓 放下徒刀 立地臣佛 就是这个意思 我还齐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这是菩萨 还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是阿罗汉 三个都有 那就是凡夫 就六道凡夫 妄想分别执着 全有 修行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 远离这些境界 找个清净地方修行 所以言不见为尽 这是一个初学的方法 功夫得劣的 它不需要 像我们在华严经 看到五十三残 那些是 法身菩萨 功夫得劣的 他们修禅定 怎样修 世禅 世禅是什么 就是现在的背后公司 超级市场 在这里什么 修禅定 他在那里 闲逛 游玩 那是要修禅定 他修什么 不懂事 看得清楚 听得明白 这是智慧 如如不动 这就是禅定 这个禅定 不识 闭着眼睛 他做 不识 我们华严经人 看到菩萨 修禅定 是这么个修法的 他知道 所看 所听 所切除到的 全是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波动之下 产生的幻想 没有一样是真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所以身心清净 丝毫不燃热 这叫真正的定 定久了 火然大悟 其如 福的境界 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 就是 若福之间 那就不叫菩萨了 叫妙觉如来 我会议 我会议 你会议 我会议 就是 我会议 我会议 我会议